大家好,欢迎回到梦想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2月14日星期日的情人节的早上时间 中午了,还是初三尺口,希望大家今天不要吵架了 和和气气就最好了 今节有我许流山,还有我们的澳洲红仔饼真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恭喜发财,情人节快乐 好了,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最重要是订阅梦想编辑部YouTube频道 正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节回来,我们讲一下这些网友的炒车事件好吗? 不是真的,整个车那些,过年来来都不希望大家这样的 最重要是什么呢?出入平安,这个都很紧要的 我们都不想见到,我们都讲了很多次了,其实我们不想见到任何人 有些什么冬瓜豆腐啊,或者不舒服也好,什么都好 有时就算当时呢,陈淑莊,他那个议员办事处有助理呢 怀疑呢,叫做确诊呢,我们都讲得明白的,我们都不希望他们真是确诊的喔 我们只不过呢,呼吁大家要小心,高度关注啦,就算连探问也好 而且他们入人确诊呢,对于公众来说都不是件好事,因为多多个人口啊 就是多多个群组出来啊 是啊是啊 我们也都不希望见到,就是那句啦,少一个 就是一个都不能多啊,这些啊 疑似,疑似个案都不想见到啊,这些是 那说一下我们发生什么事啦,其实早两天前呢,我在台湾的时候呢,都有留意到一些新闻,讲得好像很夸张的嘛 然后就立刻去去看看啦,是吧 就讲什么呢,那个时候我看到,因为很有趣的,台湾的那些新闻就 可能他在讲这一样新闻,可能新竹夜市,有些什么在吃着,那些人在玩塞车,还是怎样都好 但是下面那些字幕呢,就可能在打其他东西出来的啊 台湾很厉害的,他有三个新闻的啦 你在那个视频上面呢,他在讲,就是左边一条,右边一条,下面一条啦 那你呢,你要抽来这样看才行的 你不可以,咦,没有理由的,这里是新竹啊,为什么香港政府呢 有时突然播了TVBS啊,那些,突然有广东话那些突入啊,还是怎样的嘛 那所以呢,你在台湾看新闻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将那个 你转channel,转mode,或者转不同的新闻呢,你要转得快 转得够快才行啦,要不然你会误会了 哦,已经没理由的,拍着新竹,为什么讲香港政府呢 就看到什么标题呢,就说,哇,香港政府入境处长啊 啊,可以呢,限制任何人出境,哇,看到这个标题这么紧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觉得很夸张的事啦,是吧 那又说呢,然后呢,香港的大律师公会又就说呢 哇,权力膨胀啊,令人不安,然后我立刻呢 啊,立刻呢,丢下手头的工作呢,立刻看下发生什么事先啦 那当然啦,大律师公会那里呢,都立刻说了很多东西啊,还是怎样啦 那那些黄友呢,啊,看到,他们很厉害的,他们的作文的能力呢 如果他们应用在实际的读书那方面呢,我想他们的成绩一定很好啊 真bc,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同感呢 因为他们看到那个标题呢,他创作得很远,很无限想象的 啊,就是只是写着新屋嶺那三个字呢,你已经可以将那些贵营贵声呢 讲到,怎样有酷刑啊,又怎样有多少人出不回来啊 又有什么哭声啊,又有什么呼叫声啊,又有什么整排人在这里 什么什么牙流血,流牙血,还是什么啦 背后还可以编辑很多故事,就说他很惨的 但是为了抗争,他不惜牺牲,就是什么都不怕 就是为了香港两个字,就是很多东西的 很厉害啊,他们的创作力真的很厉害啊 还有啦,沙嶺都是一个极高的创作作品,是吧 沙嶺都可以一片黄土地呢 都可以给他创作出一个这么有想象力的故事 包括那些什么汤米,又配合他们啦,是吧 又去拜祭啦 那不要紧要啦,我要再讲一下啦 大律师公会呢,其实两天前左右 在讲起这件事的,我也有留意那些新闻啦 他说保安局局长可以赋予 入境处处长可以禁止 运输工具接载任何人来讲 哇,这么厉害,这么迟迟是不是说 可以说,就算谁有证件都好 下得令,戴耀廷不准禁止 戴耀廷就没有扣起了证件的啦,假设有证件可以先走啦 扣起他,可能黄之锋出来的时候 都要扣起一些证件,不要让他走 不准离开香港,因为见到那些黄友呢 甚至乎传到那些英国 BNO组家移民的群,那些Facebook群 都在讲这件事嘛,哇,哇,很幸运啦 我们走得快啦,如果到时呀 有BNO的人都不准走,我们就死了 我们不准走,哇,他们当然无限想象,无限地远了 接着说,大律师公会就提交了意见书 就说表达深切关注,就说担心 权力方面可以不受制约,就要求当局有充分的理据 来制定禁令和时限来保障人权 大律师公会两天前,现在可以说炒了车 就说了,香港人出入境自由是受到基本法保障的 那现在有的法例,也是存在禁止离境的限制的 只有涉嫌,或者一些干犯了刑事罪行的 或者甚至乎公众健康理由,才会被限制出离境的 那也都说了,港区国安法第43条,也都列明了 当局是可以向疑犯要求交出旅行证件 好像我们近来也有说过一些,法庭方新闻也提到 承认的,或者不承认的旅行证件都要交出来 甚至可能剪烂了的回向证都要拿出来 又说新的修例没有列明什么情况下 入境处住长可以行使这些特殊的权力 也说有没有机制防止被滥用 说到很重要的,你知道大律师公会的主席是转了哪个人 当然他现在的辞职,可以说暂时冷却了 他们的立场都是撑到底,又说疑惯似真 当然那些黄医很开心,看到这件事 又可以拿来做议题,那些政棍 不过那我说实话,那些政棍呢 在今年过年也好,或者对于这些可以叫做小事发大的议题 他们好像连这些力都没有了,为什么这么奇怪 他们过年了,还是冬眠了 他们每个都要走去英国 是,因为这样的嘛,那时候健康码的时候 不是健康码,应该说香港的叫做安心出行 那时候朱凯迪和范国威都说了什么 又说什么DNA送中,又说将安心出行的apps分级制 红灯,黄灯,绿灯,绿灯才准进去 黄灯就不准受到限制,红灯就把你拉起来 讲到这样的嘛,讲到很多东西的 可能邵家俊那个变成啡色的,原来他曾经做过囚友 所以就好像一件衣服那样的色,啡色 就是他讲到这么夸张的嘛,那当然啦 现在那个下载的人数,那个量已经是超过了六十万啦 那他们都可以有得楼的,又说六十万有多少人用呢 装了不用都可以的,是吗 喂,但是那句啦 我们有IT,我们IT方面的专家,台湾来到啦 其实是这样的嘛,你都可以说的 他们又不会说一样的,他们最流行说什么 装了apps啊,都可以偷了你们的资料的 如果Android那些机器装了apps之后呢 有些位置说要允许的,允许Apps 例如相机功能,或者哪个哪个功能 你要允许,你才可以装完成这个apps的嘛 不然到时候有些功能用不到的嘛 没错啦,但他们又不会说啊,你装了,偷了你的资料呀 他们这些呢,就不会说不说的 你看啊,就算你这样说,大家都有六十万个去装这些 那你可以说,这六十个都是蓝丝 其实呢,Google Play给安心出行上架呢 就是查过了,是安全的 就是不会说有什么,你是很难在经过他的审核之后 就是如果出现了安全漏洞的话,你是过不了审核 意思就是上不了Google Play那个架 还有这个iPhone的iTune的架 尤其是iTune的更加,App Store更加麻烦 没错啊,因为他现在都可以出的 就是连他们官方 意思就是Apple和Google都Approve的 都同意的,那根本就是可以放心地用的 所以那帮小伙子根本是吵来得多了 哈哈哈 就是说到多妖魔化都没用的 可以再妖魔的,你说Google收了大陆签 收了共产党签 所以 如果是这样的Google就可以在大陆 让他进入了什么 如果说台勇呢 台勇就一定知道的了 假如啊 你两个 系统就是Android和iPhone 你的Apps呢,你都同期做好的话呢 你两个都一起再等他更新 就是告诉他们更新版本 到时候手机会收到个讯息 叫你更新才可以再用 还是怎样的 苹果呢 就是Apple那边 App Store那边 是会慢过 更慢过Google 你不是立即扔上去就立即得了 他要批核了才可以正式更新 苹果是会再给Android更新的 所以说他今天更新了 他扔了上去之后呢 不是说他等完呢 就下 即晚就可以即炒即卖那么快 不行的 要等的 所以大家就说 担心他那些什么呀 还是怎样的 我觉得这个是 等于你的盆菜一样了 多个鱼 蛋 鱼蛋 就是这样的 现在多了很多鱼骨 记不记得 鱼骨 鱼骨豪那边 处理得很快 这件事那边 我都路路路路路收到很多网友 传给我看盆菜的成功例子 OK的了 我收到的了 我都见到很多了 我见到那些朋友都有吃盆菜 很多都不觉得有福 不过挺搞笑的 不过我见到那些朋友 在我朋友的Facebook那些 摆出来的盆菜 我可能搜索一下那家 叫什么名字 那家是卖多少钱 因为他摆一个盆菜 他没有写多少钱 他没有刻意说笑黄店 没有这些 其实人家吃餐团年饭 吃一个盆菜 是不是才讲这么多 我看一下 很多都被他们定性为蓝 有个朋友叫八公馆 一、二、三、四、六、七、八、八 阿公的工 差馆的管 八公馆 我只得八公馆 我都没想打个盆子 我一格已经立即出了个蓝 在后面 但我见到那些 1300元已经有真花膠 不是用薄衣衣的鱼肚 还是扮塑膠 扮 扮塑膠 扮塑膠 这件事挺好笑的 说回给大家听是什么事呢 那其实呢 就向立法会提交过 2020入境 然后 缺乎修订条例草案的 赋予当局阻止离境那方面 好了 保安局呢 就回应传媒的查询了 那其实呢 保安局呢 可以说 等你们这帮人 这一次呢 是 无人驾驶呀 让子弹飞呀 很多人在那里说呀 又传来传去呀 又在那里说 就是在那里说这些呢 又是什么高场呀 还是怎么样呀 那这件事呢 那保安局踢爆呢 就说 不是呀 修例的目的呢 其实只不过是要求 离港的航机呢 提供回客人的资料 并非禁止 离港的航机 离港航机 不会对于香港居民出入境的自由 有任何影响 这次就好玩了 让子弹飞了两天之后 越说越夸张 是吧 有什么东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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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气 澳洲就是东柏林 因为澳洲 真的限制我们国民出境 嗯 纽西兰也是呀 台湾 是啊 嗯 因为19个问题 是吧 是啊 没错 嗯 这样 真是惨了 困住在这个模型高场 进击的巨人 是吧 30公尺的高场里面 简直完全不能出去 哇 台湾变得像魔界 那些我说到是吧 那些魔界的虾被人 不让你们走出去 那继续说回 保安局 发言人方面就说 对于大律师 这些工会近日 啊 就是 喂 向立法会提交的意见书里面 就有关条文的观点 未能正确反映到 条文的目的 和这个事实 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感到非常失望 哇 这一棵漂亮啊 一页勾在大律师工会那里 啊 那这些呢 看到这个大律师工会那些 啊 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看清楚 或者太 就是把车 踩得太快 啊 踩得 一页勾到百五六米 那有少少 出事了 那继续补充一下了 就说呢 国际 民用航机组织 其实啦 在这个叫2018年呢 已经更新了 所谓的叫做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包括呢 引入了一些新的强制规定 要求所有的成员 就需要推行 预报旅客资料系统 根据规定 航空公司呢 需要在航 需要在航机 起飞之前 向木 地方呢 的出入境管制机关 提供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的资料的 现在呢 已经有超过九十个国家 已经在推行这个系统的 包括 他们最推崇的是什么呢 欧盟成员 是吧 还有 美国啦 加拿大 澳洲 等等 都有啦 是吧 也都继续说回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呢 引入了这些的 叫做预报旅客资料系统呢 其实呢 是为了提升国际民航的保安 不是说限制你们出境呀 同时呢 也是便利世界各地 出入境管制机关 对于旅客实施 更加有效的管制 落实了这些规定之后呢 其实可以加快 管制站 旅客的通关手组 也都能够提供入境事务处的执法能力呀 是防止些什么呢 一些潜在 免 遣返 反正性请人抵港的措施 都可以 啊 顺便加强 啊 那现在呢 解释好了 不过我看到呢 当然啦 这些 讲他们炒车的东西呢 当然这帮黄友 当然 轻轻放下 还是怎样啦 没什么人讲的 所以我们 望向编辑部呢 一定要讲一下 没理由不讲的嘛 是吧 踢爆了你这些 那 也都再继续说啦 稍后呢 会咨询上 相关啦 所谓的 叫做持份者的意见啦 那 未来呢 立法会呢 就会通过回条例 之后 啊 政府呢 就会再 预备有关的附属法例的 那到时再 给立法会呀 去審议程序 去制定回相关的条例 那就最好了 是吧 那当然啦 这帮人呢 怡患似真呀 或者一些 作故事的那些 这次呢 有了大律师公会呢 的 backup 啊 各个网友呢 都讲得好 好开心啊 那我见到 我们 之前那个 右台 小瘦 好瘦的瘦 他都讲了一节 我见到都好多人share 讲了 因为说到好像好恐怖啊 来着 怎么样 小瘦看天下 所以 有时我们尽量 有时有些人说 为什么 你们望向点 不说那样东西 还是怎么样 啊 啊 就是有时都想 看清楚 都想尽量 看清楚 因为你当有些疑问的时候呢 你就要 停一停 想一想 你要 啊 尽量啦 要小心求证啦 那当然啦 那么 每个人都会有机会 炒的嘛 但是呢 都尽量呢 将那个安全提数 提高一点 会好一点的 是吧 嗯 都是的 是啊 那我还有见到哦 这个叫做 周庭那方面都剪头发哦 是吧 大家有没有听我们那一节呢 那即管可以 我们说是吧 开始呀 准备事实 准备 准备剪啦 啊 有些就可能说会剪 因为我听到一些消息呢 就好像说 啊 那些旅囚有啊 啊 借多一点点 他们说 啊 反正都剪 剪多一点啊 那就是剪到 梁蜜旗那只要 现在那个 新闻就说可以 被他们 呈牙到他肩膀嘛 因为他们呢 原来很受不了呢 的他去剪那种感觉 是 那一炮就剪多一点 那就不用那么快 又要去再剪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 男囚有又会投诉的了 为什么女囚有可以长到 接近肩膀的呀 那男囚有都要 那可能男囚有个标准 又要调整的了 是不是这样 嗯 就是 到时候变成小平头 到最后的时候 啊 就是周庭变成小平头 都挺有趣的 啊 是啊 有趣 是啊 我也想见一下 哈哈哈 漂亮的呢 留什么发型 你都要赞他漂亮的 知道了吗 啊 不过呢 因为 我不知道到时候 会不会这么玩的 啊 在周庭呢 要出拆之前呢 他就 蹦蹦 喂 头发好长了 啊 出来剪他 哎呀 然后周庭说 蛤不是嘛 我快要见我的粉丝了 还要剪 我明天就出去了 出拆啊 你也识说了 明天嘛 过来 啊 啊 哎呀 收你钱呀 是啊 免费啊 等你出去 不用搞那么多啊 哎呀 我们 万众期待啊 周庭变成小平多久才出回来啊 好像都 有多少个月啊 我想都还有五六个月啊 都好像 少了十个月的嘛 是啊 哎呀 哎呀 真是 没那么厉害了啊 不知道出回来呢 又是一个什么的世界了 好 我们这次来到这里先 那准备些盆菜招呼他啦 碗菜啊 碗菜啊 迷你小碗菜 但是里面呢有九两硬菜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吃盆菜的 多谢大家 拜拜 好 吃刺身可以 拜拜 拜拜 拜拜